如何用原始点调理抑郁症焦虑症 本人很小就得了抑郁症 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 现在又被诊断焦虑症 平时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焦虑不安 吃了很多的药 越吃身体越弱 我该怎么使用原始点疗法治疗呢 谢谢 达拉斯团队回复 抑郁症焦虑症是西医诊断的病名 原始点医学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不论被西医诊断为何种病名或病因 原始点的处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即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提商级热能不足 您平时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焦虑不安 建议按照原始点网站的手法教学视频 按推头部和上背部原始点 并问服头部和上背部原始点 请熟读原始点理论 加强内外热源和姜汤 多接触大自然 多运动 生活做西药正常 不可熬夜 另外 所有疾病 基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需从阴着手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并可恢复正常 西药属寒凉 长期用药 必会让体伤加重 反而对身体造成伤害 欢迎参加2021年张一时在线直播或回放 志工回答得非常好 而且看来都是标准答案 如果勉强要说几句话的话 这个抑郁症也好 那个焦虑症也好 都是西医说的 但事实上是没有药 所谓的药只是在控制症状 而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常常说西医是从果治病 今天你有吃药 可能就比较安定下来 但隔一天呢 这个情况又反复了 所以变成药要长期吃 而且要刚刚志工也答复了 都是属寒凉 吃久了 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 对身体 反而造成伤害 那这个患者也有提出越吃 好像症状都还在 一直不断反复 而且身体也越虚 跟我们观察的是一致的 那如果患者要真正根治疾病 一定要从因下手 就是找出那个体伤的位置啊 刚刚那个志工也有回答 还有补充外内热源 那要怎么做 他这里答案都蛮清晰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患者 真的要远离药的控制 然后真正找到答案 把身体完全恢复 那只有这样做吧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